各位网友,今天是2月18日星期日 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来讲有几点是香港的 例如第一个来讲一下林郑月娥 林郑月娥应该是跟梁振英的时代做法差很远 但那些民主派的名嘴 每个都不清不楚 有些不公道 我又不是帮林郑月娥 我对林郑月娥也没什么好感 但我又不争她 她做一份这样的工作 她是要工作的 她有老板 老板是中国大陆共产党习先生 你不听习先生说话怎么打工呢? 她们以前是香港政府 殖民地留下来的官员 那时候叫做公博 现在叫做官 她习惯了听人说的 反抗也不是反抗的 要执行的 那你怎样担得她呢? 香港是这么小的地方 你经常想摆脱中国大陆的制褶 是不可能的 为什麽呢? 被市那麽小 说早些 最近呢 他们那些人 因为这个 关爱基金 长者扶贫 长者 中门 中门 的问题 4,000元 就搞到草原巴币 后来又说六十五岁 又说七十岁 又说六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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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都不知道她究竟是什麽 因为 说来说去 我都没有心机去follow她 大致上 那些人就谈她 只要令直改 没商量好的东西 就推出来 你问 林郑月娥出来说话 你问她 究竟知不知道内情呢? 她又说 无需要知道 这些小事 大致有这样的意思 正式说话 当然不是这样 那 那 那 接着就被人 废得不清楚 又说她 终于跪下了 那 又客博一点 那 就是 公平一点的说法 那 他现在 这个罗志光的司长 提出了这样的制度 然后又说 你加回一千元给你都可以 但你呢 就要自己找工作 如果你不找工作 不继续找工作 要扣回二百元 那二百元港币都不是东西了 现在 那些国家有这么多盈余 比例上来说 美国的资料增加 国债 哪有盈余 那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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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肯定又改口了 他未曾心思熟慮推出一些事情又可以说得通 他林郑月外的小事又不管又可以说得通 都是一个领导人 如何下降得这么多高级职员 这么多高级的司长 政策决定了下降的号码都要跟着 如何跟着这么多 你不要说工作 一个月用多少卷处子都要报给他 不行的 他听你的舆论说 他肯定改好事 肯定重新着亮一下 你又说他跪下了 那怎么办呢 虽然你有什么言论自由 但是你恨他就是他做什么 你都不对的 是不是 林郑月娥虽然我对她没什么好感 为什么不是恨她 而是她那个人走出来 少了个charisma 多了个魅力 她不懂怎样哄人 硬崩崩 所以我想她老公也是没什么理她 这些小小的港女性质 有一个女强人的性质 你不要说港女性质 你说林郑月娥 你那些民主派都是港女性质 什么都不对 医药又不对 火药又不对 总之是扭纹 这些是得罪香港的女孩 我应该不应该这样说的 或者说香港的粟男 都是这样 粟男就缝了 有时候出来 林郑月娥又是 一个成功的别人 你不认为成功的一回事 她都做了一个特首 她都不注重自己的衣着 不是说她的衣服骚髒 不是说她的衣服不齐整 不合身 她不肯接受 可能不肯接受形象顾问 这四个字 如何转外发型少少 不用转太多 如何化少少妆 不用说到明星那样 如何穿什么衣服 穿什么长盒 穿什么色的衣服 她出了认真大众的长盒 走出来真的格格不相入 虽然西方的女士都是穿得很离谱 但是你知道 逢天世界级元首会议的男人 西装当然是深色的 你没有理由穿到浅灰色 浅灰色都可以 浅咖啡色米色的衣服 有时我都不知道 她都不知道如何配搭 因为她本身没有这个留意 但是她的眼光也不同 在这样的职位 你经常出镜头 你应该有个形象顾问 和你的衣服 如何配搭 应该的 不是说赞加习近平先生 他大大眼睛 都大大眼睛 80%以上都穿衣服 但非常适合 有时有几件都不太适合 很难说的 有时不知你去到那里是怎样的 但她有不同 她是陪伴而已 她不是正式 就是跟元首站在一起 很多时是跟元首站在一起 所以你走出来的形象 有些不同 林郑和我便应该 有点是公平一点 她又不是勾不靓 不需要靓 大家试试试试试 她说话都不是很黑暴 只是扭打 硬崩崩 我看她是做得事的人 但她是一个Test Master 就是做事 執行 執行长 非常之好 執行一能力 但她的 领导才能 我想有点不足 不是表示 下面的人听她说 太多 不敢博 这不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的问题 伟大的领导者 除了有门力之外 匯力之外 还要令下面的人 心服神服 来和你卖命 和你想办法解决你 踢了脚的事情 即是你做主管 做得不好 下面的人又帮你手 这一段我介绍 美国的一个 Economist 经济学人 她的名字叫 Jeffery Stacks 这个Jeffery已经很出名了 她是Colombia University professor 在纽约 在纽约 Colombia University 就很出名了 我有两个 阿伯 在那里毕业 在193多年 Jeffery在U.N.做过 Special Advisor 最近的三个总统 她都帮我手 Kofi Annan 潘基文 和Antonio Guaras 不知名字 三个都请她做Special Advisor 她也帮很多欧洲国家 做过经济顾问 即是国家的级数 很出名的 纽约 《Newyork Times》 就说她是一个 最重要的经济学人 在我们的一个年代 《Newyork Times》 就说她是最重要的 英国的经济学人 就说她是全世界三个 最重要的 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她是未得过陆培尔奖的 我已经看她的东西 看了很多年了 现在介绍一下她 她最近出了一本书 就叫做 《A New Foreign Policy Beyon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不是很厚 如果我下面给她一个链接 如果有Ebook 就是$10 值得看看 我想Ebook 香港也能买得到的 不一定要有paper bag paper bag 可能要买 或者有些书未到 又要贵 Ebook 我想全世界都不收钱 不需要香港很多朋友 要等到 译了中文版 才有本书 追回英文版来看 那就慢了些了 这本书也是去年 已经出版了 今年 现在只是二月份 也不是很久 她说一说 我们今天说一说 她的书 所说的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是什么 其实《 Exceptionalism》 是一个 … 《Ediologist》 是美国的 不是又从今时今日 已经开始说 上世纪已经说了 有些历史 美國開國之初有民族的氣質、思維、民族的質素 認為自己是exceptional的 有時有些歷史人士就用這個exceptionalism 美國的exceptionalism 美國的歷史人士就不經常想不大這個字 美國始終是正面來看 是一個exceptional的國家 為何他這麼exceptional呢 他建立了一個自由社會 公平社會 有這個lazer fair的economy 這個很重要的 這個不只是自由主義 這個lazer fair好像香港那樣 政府不需要拿牌子 有很多東西不需要拿牌子自己做生意 這樣就可以了 也有個人主義 有些個人主義出 這些全部都是美國的afel 所以很多人認為我們美國是exceptional 如果正面來看的話 沒有什麼壞處 但是如果你看他最近 尤其是現在這個administration 特朗普的administration做的事 古蹭的那裡就是 美國的exceptionalism to the extreme 這個就是negative那邊 你看美國的exceptionalism 可以看美國以前 怎樣 認為自己的ideology是很對的 而是加注於 其他國家的身上 這些就是我們平時說的 regime changes 1953年 在伊朗那時候 又是一些 要認為伊朗那些國家 搶走英國或美國的石油 那些石油 那石油根本在伊朗的土地裡 換了沙皇內 沙皇後被人推翻 七幾年被人推翻 那時候沙皇就是 但是沙皇肯承認那些 那些有電不是伊朗的 是屬於英國 那現在是阿拉米亞美國 我這些歷史 我又不是很清楚 那美國的exceptionalism 就令到很多事情 都做到因為他自己 太過注重自己的重要性 在十首世紀的時候 做了很多regime changes 有些東西 尤其是現在 Vanishlana 即是委內瑟拉 又是搞了regime changes 那有些東西 我又想說說 以前有一個 美國公司 叫做United Foods 很大的 尤其是藍味 全世界都很大的 最重要的是 我們平常常吃的 banana 所以在美國 有一個 說法 叫做 banana republic 就是 亂了龍的軍隊 軍人和政權 為什麼呢 因為United Foods Company 就跟那些 Dictator 旅遊記 給錢玩弄他們 他們變成 United Foods Company 喜歡怎樣就怎樣 如果那個Dictator 不聽話 就換了別人 因為那時候 這個United Foods Company 他們跟美國政府的關係 美國那些大的律師行 Congressmen的關係 是很密切的 所以他們喜歡做什麼 就可以做到什麼 隨時會 你不遷就他們的意見 找些美軍來 就搞定你 在南美 Panaman 就是這樣拿回來 Jaf Zek 我下面又給你一個連結 去看看 這個 IAC 不知什麼 國際組織 他已經介紹了 他這本書 如果看 他這本書 你差不多知道 他這本書 大部分的東西 將美國 像我剛才說的 Exceptionalism 人生又變壞 應該是好的 但又變壞 他說到他 CIA 那時候 在伊朗 那時候 就是 在雨雪大戰之後 設立CIA 因為CIA 當初 設立本來是 一個 實習情報 但是 我也不知道 應不應該這樣說 但 Jaf Zek 就是這樣說 CIA 當初 又是一個情報局 又是一個 美國的 secret army secret military 那時候 特朗門 都 醒了 他說 我們 身為一個民主國家 不應該有一個 secret military 問到今時 今天 CIA做很多事情 我們不知道 究竟這處 委內瑞拉 CIA 有沒有份 他 可能找這個 臨時總統 一早說 跟他聯絡 搞定 都不定 我們就不知道 另外好像 孟晚舟 CIA 有沒有什麼 聽說 不知道真是假 這個 HKB 因為 早幾年 試過 money laundry 拿了東西 賠了 錢 然後美國佬 制裁他 說 你現在的作飯 這些 不行了 你給我 我派人來 看著你的operation 那個東西 今天就演了 放進去 HKB 那裡 盯著全世界誰 花錢 HKB 有人花錢 你就 招職 我們收集證據 收集證據的過程中 無緣無故 踩著 孟晚舟 那件事 順便 跟進去 現在可能有很多證據 證據 可否證據 裁判 我聽人說 美國的 接觸 之後 孟晚舟 聽人說 現在中國大陸的網民 叫 Chudor 是叫做 小 POTATO 有些生意的事 不是很清楚的 我小孩要問名字 否則他都說不定了 有關我下台 和他依著 搞中國和美國的關係 搞得了大糊塗 始終都年輕一點 那 Jeff 在那個 發佈會 即是不是正式發佈會 他那裏說 美國全世界有700至800個基地 遇上大戰後 他發覺 應該是 territorial grab 應該到處去 全球擴張 哪個地方 例如 Indian Ocean Gasi Island 那些 都拿了 那些基地拿了 就不放手了 關島 打贏Spanish 拿了 Hawaii Marsall Island 那些 那些 那 誰這樣 跟他講 沒有人敢反對 現在 我們中國大陸 又學他 又拿 南海那些島 但他 就 我 你拿就不行 我拿就行 這個世界上 所以 說真的 就是 誰說 誰說 這個 強國 這個 國務 外交 這些 永遠都是這樣 如果不是現在 老實說 這個 這個 實在走運 實在不能做 經濟制裁 人不療生 沒有東西吃 那怎麼辦呢 那 說回來 Jaf Shaq 這本書 就 我看不到 他那個 很多美國 有 有學問的人 他很同意他 如果你想去 Amazon.com 看看製作 你又發覺 美國人 都 那些知識分子 就好像 中國的知識分子 亦都跟 普羅大眾的中國人 是不同的 很多人經常說 中國人是劣質 但中國 都有多分知識分子 雖然不是多 尤其是我父親那代 更加少 我聽過他那時候 5%的人 識字 我爸爸 因為他自己 家裏 輕輕的 都是讀書 比較上識字 他自己 又不去美國讀書 他跑去上海讀 跑去聖John 原來我現在才知道 跟上海人聊天 啊 聖John 這件事很重要 聽說現在的校園 都被清華霸佔了 不知道 那時候 又改了時代 那時候的時代 中國的知識分子 我的看法 就像現在香港那樣 香港的知識分子 非常多 很多人懂事 但是因為那個時局 或者那個 現在的政治環境 就令到 兩極化一點 那麼 如果你稍微 客觀一點點 不是鼓吹太過激進的行動 他就當你是縮頭烏龜 或者建制派 那是不對的 有些人 又不喜歡激進的行為 那你太激進的人 那些民主的那些 那些 那些 有時都是 用來搞 就是搞事 你看看 現在好像美國那樣 選了特朗普出來 很多人都擁大他 你千萬不要以為 沒有人擁大他 但也有很多 正式學者 知識分子 亦都不同意他 不是說 誰幫加盟你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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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當時 那 最是 那 那 那 當然被川普的評價,如果聽他說話是很差的,都不應該說出來 Unfit,有很多東西,可能都是 negative 川普普通人是一個,我們都不是特別學者 但美國的特別學者也不是很霸道,雖然有他的偏見 好像Jeffrey Sack有一點解釋,中國現在發展認識 將來和美國的衝突在哪裡呢? 我希望你們自己去聽,看回來,不要跟我說 因為我講了可能是說錯,我覺得他挺忠肯的 而且他解釋得很有理由,因為他跟UN做過很多事情 我們發覺在UN,其實美國最近幾十年 很多UN的協議都沒有簽 以及Micky Hailey前一陣子做聯合國代表 經常用手指指出來罵 Micky Hailey在聯合國會 美國給那麼多錢,你全部都不幫我投票 說你這樣說,你不會有 You're not gonna earn votes 你都沒有誤會,你不是你投票 你的態度不可以這樣 你看他的演說 我現在希望回到網上的標誌 你看到是很興趣的 當然是英文,中文我不知道 YouTube是否中文翻譯 很多你們的影響是沒問題的 應該是給你一個,尤其是香港的評論家 對時事有興趣的 了解美國多些 尤其是中國大陸 你了解他多些,你的投票方法 比較純粹一點 因為我很多時都覺得 講到投票方法,美國很厲害 但中國拖字決,就不能碰 我覺得是很大 慢慢跟你聊 好像越南時,北越看巴黎 和美國投票方法 越南都很厲害了 為什麼呢? 真是假的,我記得 他那時去巴黎 不是住酒店 他租房子長期的 跟你說幾句話 慢慢經 你住酒店 我住兩、三個禮拜 說完就走 慢慢經 他不知買房子 還是租房子 慢慢經常說 慢慢經常說 好像那些 納粹聯盟說到 晚上兩、三點 誰受不了 早上九點 坐下又說 這些暢落 大家說到 算了 同意了 不然說那麼多 說不多 如果有興趣 就看看那本書 那本書 很值得看的 我去試試看 蘇蘇蘇蘇蘇 翌日 我又會講講 一個英國的 我也不知道怎樣叫他 我們看看這些之後 他們怎樣叫他 一個《Philosophers》 叫Francis Bacon 我小時候 讀英文的時候 十五、六歲 讀英文的時候 讀過很多《Essay》 那些《Essay》 可能很多人都看過 那些《Essay》 全部都是《Of》 那些《E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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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已經請往往內 整個《Essay》 那些《Essay》 那些《Essay》 冬頭